身穿紅白條紋的女子 著急的走到派出所 向警方說她迷了路 但看她匕首畫腳的 似乎不太會說中文 原來她是一名美國女台橋叫Sammy 因為在台灣的好友車禍受傷 特地回台灣探視 也住在這名朋友家 後來她開車外出買東西 回城時卻在竹北市豐田區迷路 整整在鄉間繞了三個多小時 都找不到朋友家 最後只好求助員警 說自己迷路了 沒有記下朋友電話和地址 和遠景說朋友住家附近有間廟 屋頂上有米老鼠圖騰 原來Sammy把二太子斷帶裝飾 誤看成米老鼠耳朵 但把二太子李木柵和米老鼠 仔細比一比真的完全不像 好在碰上寄警遠景 能想到她口中說的米老鼠是李木柵 順利幫忙找到朋友家 Sammy離開前還特地去警局 表達感謝之意 只是把李木柵看成米老鼠 遠景還是頭一次碰到這難題 差點就被考倒 記者何某千成為君 新竹報導 提票 警局 導致